大家好,我这个iPhone终于到了,因为之前手慢无,虽然也是第一天当时抢着这个点,卡着点去预约的,结果还是没有预约上,不过呢,总算是在一个星期之内拿到了, 现在呢,我这些视频,我这个视频肯定已经比绝大部分人的视频已经都晚了,那么虽然这个视频已经晚了,但是我还准备利用我自己的这个方式做一个开箱的一个评测,然后带大家看一下iOS13的一些信特性,以及咱们这个iPhone11Pro的这个相机做一下比较,首先我们看盒子里的东西呢,没什么新意,还是一个耳机,一个充电线, 但是呢,这回呢,它是一个18瓦的USB-C的一个快速充电的头,另外呢,按照惯例,我喜欢在每次手机刚刚开始还没有完全激活的状态的前提下呢,我就要先把它的保护措施也先做好,因为这个时候的手机的屏幕是最干净的,外壳也是最干净的,所以呢,我买了一个这个保护套,然后买了一个屏幕的这个玻璃贴,另外呢,还有一个捆绑的,防止掉落的, 首先大家最关心的新特性,当然就是这个玉霸一样的摄像头了,对吧,那大家看啊,这一共是三个,但很少有人知道就是说,这三个到底具体哪个是哪个,我带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左上角的这个呢,其实就是主摄像头,它是一千,这三个全都是一千两百万像素的,但这个是主摄像头,它是有光学防抖的, 然后这个呢,是超大广角的,它是没有光学防抖的,大家注意这个,因为等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出去实测的时候,大家会看到这个超大广角的时候,它会有这种抖动,相对来说比较剧烈的情况, 然后另外呢,这个是这个望远,这个远距离拍摄的镜头,它是有光学防抖的,就是这个OIS的这个光学防抖,这个的光圈呢,是1.8,F1.8,这是F2.4,F2.0, 也就是光圈越小,它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角度是越大的,每次拍摄东西的时候,这三个镜头实际上是同时工作的, 然后互相之间有这么一个,这个,这个在像素上,它有一种专门的算法,最后会把这三个收集到的信息,汇总到一张图上,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右上角的这个画面,其实就是很,很好的诠释到它这个摄像头是怎么工作的, 大家看它为什么之所以逆光拍摄的时候也非常厉害,是因为它有一张特别特别剧烈的曝光的一张照片, 放在最前头,然后它在根据这张照片呢,去跟之前一些就是拍摄出来是有逆光比较黑的照片, 有一个色彩之间的调整,它这是一些专门的算法,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说在拍照模式下,你按下去以后往右滑,它实际上就开始变成摄像了, 摄像的时候,你往左一滑,变成照相模式,挺有意思的, 那么我玩了这么将近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每次你开一个APP, 它的速度打开的时候,它速度快多了,以前你开一个APP的话,可能要等那么零点几秒, 这个基本上就是属于秒开的这个,它基本上没有任何等待的时间, 然后它充电有一点特别好的东西,就是在于你每次充电的时候,它据说是有给你充80%电, 然后在什么起床前下班,什么下班以后,它再给你在把剩前的20%充满,具体怎么着,我是说不清楚, 它说这样可以把它延长寿命,对吧,但是以前我的iPhone X,我感觉我是,我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说电量电池,手机的电池电量低于99%,我心里就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充电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用, 我还是习惯要把它充当99%,我看一下有一个特好玩的东西,就是说当然这也是当时我们看这个, 它在发布会上就说明了的,就是说它直接就可以,你看在这个地方,它出了一个这个,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声音给关掉, 这样的话呢,比方你在公共场合你想看视频,你可以把声音关掉,另外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去编辑了, 你编辑完,你点这个编辑,它就进入编辑页面,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你直接去点一些编辑,不像以前必须要拿到那个,你电脑上去编辑,不过说实在话,这个编辑功能,因为像我们专门搞这个vblock的,相对来说这个东西,相对来说简单了一点,所以可能我们还是必须要需要放在电脑上,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个人来说, 意义不是特别大,然后我看还有什么地方,我昨天玩到的,就是在note里头,你看啊,在这地方,你如果要是点一段,点那么一段话,点了一段话,对吧,三个指头往里一缩,三个指头一缩,它这上的显示了一个copy,相当于你就把这一段给copy了,然后呢,你随便点一个地方,你看放到最底下来啊, 三个指头往外一滑,刚才你copy的那个就paste过来了,相当于复制和粘贴,这挺有意思的,然后呢,有一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对美国的朋友们来说,相对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用的,就是因为每天都要收很多的垃圾电话,所以在这里头呢,这个silence unknown,这个callers, 我相信国内有很多的这种垃圾电话,对吧,就是说只要不是你的这个里头存的电话号码,只要是不知道的人命,不知道的这个来源的,它就全都给你弄成silence了,这个太有用了,我发现我每次去大使馆,这个办完护照,回来以后,我的这些乱七八糟信息就, 我说了,尤其是我就经常收到什么中文的语言信息,说我有一份什么包裹在大使馆放着,然后让我们联系谁是谁,其实那都是骗人的诈骗电话,所以我强烈怀疑大使馆这些人,他专门的把这个咱们中国人的信息往外卖, 然后呢,我看这地方有个特好玩的东西,就是在message里边,以前是有一个叫什么emoji,不是叫什么,animoji,对吧,有动物的这个,这时候现在呢,又多了一个memoji,就是,你看昨天我编,我编了一个我自己,这个还挺像的,真挺像我的,我编了一个我自己,然后它底下就弄了一大堆,各种不同了,哇塞,这一张真的太像我了, 基本上,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好玩的,就是说3D的这个touch,以前3Dtouch,你按照你使劲按了以后呢,它那个框是往上出的,现在你发现这个3Dtouch,你使劲一按,它这个框跑底下来了,那可能更人性化了,我觉得,好,现在我们主要是去看一下这个摄像机镜头拍摄的这个视频的那个效果,我们来去比较一下, 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iPhone 10和iPhone 11 Pro,它在摄影方面,这种正常的镜头下,有什么区别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对我顺便说一下,现在我们大家听到这个音频,因为我没有去用那个麦克,我想让大家听一下, 这个iPhone 11 Pro,它的原装,原带的这个麦克是什么样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把它拉近这个超远距离的镜头来看一下 Apple 说它是在各个镜头中间切换的时候呢,是有,是那种无缝的那种衔接,但是大家看啊,当你实际上摇的特别慢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到有明显的区别,就是有明显的这种卡顿感, 但是如果当你很快的速度去滑过来的时候,基本上就看不到这种感觉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六倍的距离了 好,现在这个是这个正常的这种乘以一的这种状态,我们现在把它放到没有防抖的这种广角镜头来看,在没有防抖的情况下,我的手稍微有点这种移动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明显,它的镜头上有这种抖动感,但是确实它这个广角镜呢, 嗯,确实这个视角是太给力了,但是广角有一个问题就在什么呢,就是广角它的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色差和色温会有问题,那么现在是在放大两倍,我们比较一下, 现在是放大六倍, 然后现在我们来拍摄一段逆广角, iPhone 11 Pro呢,它每次在拍照的时候,三个镜头是同时在工作的,然后呢,它会拍摄一组,就是同时在录摄,设置一组曝光特别强的,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把这个曝光的这个程度有一个算法,它会把这个光给补回来,所以大家看,用iPhone 11拍摄的,iPhone 11 Pro拍摄的,它这画面虽然是逆光拍摄,但是没有iPhone 10的那么暗,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广角,用广角的时候啊,现在有点风有点大啊,用广角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在画面中间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要是把它往这个画面边上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人就会有一些变形,大家看一下,其这个身材是鲜瘦的,对吧, 但是当我们把它放到画面边上的时候,就感觉它像一个大胖子一样 咱们再看小二子的脸,喵喵转过来,你看脸明显就圆了,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很瘦的脸 这是画面,它在计算的时候有这种distortion,就是画面变形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不大,对吧 所以如果我们使用广角镜头的话,有两个问题 一,是尽量的不要抖得太厉害,因为它是没有防抖的 二,它的画面变形,在这个边缘是比较重的 所以我们尽可能把需要拍摄的这个,需要让观众看到的东西呢,放在中间的位置 你们看,如果要是用这种广角镜的话,我把我的手机怼着它的脸特别近 按理说我就照不着它的整个脸,但是我如果用广角镜,依然可以照到它的整个脸 太酷了,对吧,只不过唯一就像我刚才说的,往边上走的时候 它的脸就会有一些distortion,有一些,你看,它左边脸大,明显就大了,对吧 这边脸就有些变形,但是你要把它脸放在中间的话 你看,怼得很近,几乎都处到它了,但是依然还可以照到它整个脸 你知不知道美国,那中国的肯德基里头是有hamburger的 好玩吧 美国的肯德基是没有hamburger的 当然有,我在大城市见过,但是像这种classic,这种古典型的肯德基 它是没有汉堡的 正好我们拉近看一下这个menu 它这有汉堡,你看到吗 就是两片面包加了一个干鸡 但那其实不是中国的肯德基里头那种那么juicy的汉堡 现在是6倍的,乘以6,zoom in 已经像素已经比较低了 现在是广角 广角可以看到我们这整个桌子了,我现在离的桌子很近 但是依然可以把整个桌子给拍到 看如果我要像平时的拍摄的话 这就是我的这种镜头所及的范围 对吧 我们看如果你要用iPhone11 Pro以前的手机拍摄呢 照照片的时候 这两个黑边上下就全是黑的了 但是如果我们换成iPhone这个11 Pro 我们会发现它上下黑边其实也是能看见这个东西的 对吧 这就是它 这是一个证明这个三个镜头是同时在工作的 因为它实际上是把这个广角的内容也都照进去了 但实际上生成了照片以后它是不会包括上下的 但实际上呢 它是包括在画面上 只不过呈现出来是不一样的 这上的显示的5GE是什么意思啊 好奇怪 通常情况下是LTE 它在显示的5GE 以前信号不好的时候 这个iPhone10显示的4G 是什么意思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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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这个地方把光线调低一点 然后看看变换镜头会不会对产生影响 只要你把光线压下去以后 就不能调成长焦 调成那个近景了 不能调到远景了 只能到现在这个正常的拍摄状态 好 我现在把那个lock给关掉 还是不能 这是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刚才在拍摄状况下 它不能把它调成远景 拍摄的状况下 如果你是一般镜头的话 不能把它切换到远景 那现在我直接在远景开始拍摄 看看能可以切换回近景 甚至切换到更紧 但是只能切到1.5 不能像刚才如果从正常镜头一样 切到乘以6 哦 原来是这样的呀 我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 刚才啊 我是用的4K60帧每秒 那个像素 现在我把它切换回了那个1080 然后60帧每秒 现在就可以在正常的角度拍摄下 切换回这种广角拍摄 然后切到近景拍摄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像素的前提下 它的切换是有限制的 嗯 懂了 这是远景 大家可以看到远处 这个房子的窗户在接近这个边缘的时候呢 就开始明显变大了 然后大家看这个树也是 在切接近边缘的时候 树也有一个distortion 一个变形 这是光学上这个镜头 所有的镜头都躲不掉的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我知道在 这个如果你也像我一样用final cut 或者说AE来去做处理的话 有那种简单的方式可以处理这种 边缘的这种distortion 那种整个人 不算了 有什么事 或许像是哪里 这个预定的团队 身上的偏方 还是哪一样的 那种团队 那种团队 是赶割的 我们现在的团队 有一个一样的 这种团队 就是我们现在地团队 就是我们在那边 我们现在的团队 我现在的团队 跟这家的团队 它在预传 那有一个团队 我就在那边 这是从最近景的乘以6到0.5 大家可以看到在1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明显的卡顿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卡顿 此后呢就没有那么多卡顿了 现在我们来到小区的湖边来测试一下夜景 大家看这块有一个湖 然后呢对面有一些房子 基本上我现在用iPhone10拍 已经看不清楚那块有房子了 对吧 现在我们打开iPhone11 Pro 调到 哦 现在拍照模式 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对面的房子了 但实际上你看我们实际上什么都看不到 这就是这个曝光 iPhone的这个新的这个iPhone的曝光呢 它是不可以手动自己打开的 但是你可以手动关闭它 它自动帮你调整 你看它觉得现在大概曝光5秒钟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它预设的就是这个5 你这个是你不能自己去调的 比方说你想预设3或者预设1 所以呢它觉得5秒钟正好 但是呢你可以点这个5 然后呢自己去调你认为曝光的这个长短 一般情况下呢 它不是说什么情况下都会真正打开 只有在那种光线特别暗的时候它才会打开 但是它就需要你有这种稳定的 比方说现在我是用一个三脚架 对吧 你需要用一个稳定器 否则曝光10秒钟前头这个景全都糊了 我们来试一下啊 曝光10秒钟 点拍摄 它上头写了一个hold still 就是拿稳了 那么它拍出来的效果是这个样子 非常不错 好 那我们现在到那边的这个森林里头 可能大家看不见啊 这边有个森林 我们到这边的森林里头来去看一下 只要其实有一点点灯光打过来 它就可以曝光足够的长 把这张照片给给这个拍摄到 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树林了 这树林基本上就伸手不见五指 只能看到一些微弱的灯光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一下照一下的效果啊 所以现在基本上你就已经可以打开这个 你只要打开摄影 你就已经可以基本上预览到 你要拍的这个效果是什么样了 大家看在屏幕上 我们竟然能看到森林里的样子 但实际上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对吧 好 现在我设的 现在它自动给的是五秒 一般来说昏暗的房间里 它会给你个三秒 但像这种伸手不见五指 它给的是五秒 我们先试一下五秒钟照出来是什么样 好吧 我看啊 大家看啊 我点完这个开始照以后呢 它这个计时器就开始滑动的在走 然后照完以后 出来的效果是这个样子的 哇塞 这怎么照出来跟白天似的 大家看 远处的这个蓝颜色的灯光 不是 就是天空的感觉啊 好 我们现在曝光一个这个十秒钟看一下 哇塞 太酷了 这个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 我们试一下啊 我曝光十秒钟 曝光十秒钟 好 早你 大家看这个地方 不是十秒 这是曝光三十秒 我调的 它这块有一个进度条 正在慢慢的走 好 看看效果啊 刚才差不多 但是基本上已经看跟着拍的白天一样了 但是你从这底下的影子你就能看出来这应该是晚上拍的 因为它的这个阴影是一个方向的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像这种灯光比较昏暗 然后呢 又是单一光源的情况下 它的摄像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这个直观的感觉就是说 iPhone 10呢 它这个焦距一会儿就要调一下 一会儿就要自动对一下 一会儿自动对一下 而iPhone 11 Pro它比较稳定 它的焦距没有像这个10一样晃得那么厉害 大家看地上我的影子 我现在转动的稍微再快一点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突然对着光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 希望我们今天的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妈妈吧 If you like your channel, please subscrib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